作词 李宗盛 沿着江山起起伏 抚温柔的曲线 泛满爱的中原爱 都不够将爱 原地平道雪尖风 与独青的陪伴 这是藏天赐给我的 金色的花年 昨人夜里干淡 昨人何惧艰险 好情不变 年复一年 昨人又苦又甜 善恶分开两边 都为梦中的明天 看铁铁城镇 踏遍万里头山 我站在风口浪尖 紧握住 只要旋转 旋转我人间 暗淡的平满爱 我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 尽城 土耆 产生 做人夜的感慨 做人何惧艰险 好情不变 年复一年 做人一滴感慨 做人何惧艰险 昨日有火有天 善恶分开两边 都为梦中的明天 看天地成真 踏遍万年火山 我站在风口浪间 紧握住日旋转 宣言无人间 安断开平美满 我站在海上在乎五百年 我站在海上在乎五百年 保证 吴三桂的叛军已势入破终 攻入湖北 四川 湖南登上 南方的半壁江山已经近世 几乎成滑江而至之时 福建的耿京中 连和台湾正是后人也起了处理 干陈的王府臣 拥兵自重 为朝廷的平叛颜值 置若汪文 臣估计 他是想静观时局之变 如果吴三桂取胜 他会挥师向东 攻打京城 逼宫 如果朝廷平叛成功 他也可能是出兵南下 剿贼平叛 而各地的官军作战多为不利 一败再败啊 皇上 皇上说 是 战局大概如此 虽然对朝廷不利 但是三分天下朝廷仍有其二 皇上大可不必焦虑啊 那大臣们呢 为臣不知如何说才能妥当 你直接了当地说 无论你说得妥当不妥当 朕都设你无罪 当初撤翻时 是皇上密牌众议 亦定乾坤 其实 多数大臣并不赞同 只是 据于皇威才不敢多言 而今三分皆返半笔文丧 大臣们 有些窃窃私语 还有些抱怨神啊 这不怪他们 是朕没有听老祖宗的话 再等上三五年 武三贵再老一些 朝中文武大臣思想再统一一些 朝廷的准备再充足一些再撤翻 使朕操之过急啊 因此 大臣中便有了主战和主和之分 彼此争吵不休 不能相容 甚至虎不信任 朕最担心的就是内部生乱 现在看来是果不其然呢 皇上 所额图所大人囚禁 他来干什么 所大人说 他有平叛之策 请皇上圣断 平叛之策 让他进来 是 皇上 臣告辞 你等一等 你先听听所额图是怎么说的 你先到内方去 一会儿朕再找你说话 善 臣请皇上圣案 平身吧 善 啊 啊 皇上可觉得好一点了 财富了药 舒坦多了 哦 所额图啊 你有何平叛之策啊 啊 皇上 大清已到了万劫时刻 必须当机立断 痛下决心了 朕听着呢 散犯之中 乌三桂是手患 尚之信耿惊中 只不过是他的附庸 而要平定乌三桂 则有战和两侧 臣以为 与其倾尽全国兵力 与乌三桂决以死战 不如将至赵安 对乌三桂赴职 禁决 而将朝中主张撤翻的明珠周培公 贬为庶民 永世不得为官 或者 断然将他们二人问斩 臣 愿意带着他们的手机 前去云南 说服乌三桂来想 画兵格为玉帛呀 可是连乌三桂都知道 撤翻是朕的主意啊 皇上 此举不过是向他表明朝廷昭安之诚意 给乌三桂一个台阶想 因为乌三桂虽然起兵反清 但他并没有必胜的把握 他只是想 世袭云南 占山为王 那么皇上不如 把那蛮夷之地封给他 让他世代镇守 那年年给朝廷纳贡称臣就可以啊 可是明珠和周培公 都是忠臣啊 哎呀 臣也知道他们俩都是忠臣啊 可是如今半壁江山 风烟四起 为了大清的长治久安 任何臣叔都该舍身忘死啊 就是用臣的性命可以换取大清的平安 莫说用臣这一颗脑袋 就是要用臣的全家的五十三颗脑袋 臣也义无反顾 苏额图 你干脆把朕的脑袋送给吴三桂好了 不 朕告诉你 朕 宁可像明皇朱幽贱那样 吊死在眉山上 也不做偏暗之君 苏额图啊 你身为国障 怎么能想出这样的主意来呢 朕知道 李同明珠他们不和 但是国难当头 怎么还高党争 在平叛的时候 我利用平叛 减除一击 周培公 出来 他 该当何罪 说 皇上息怒 臣以为左中堂和明珠堂的政见不同 但是左中堂刚才的平叛之策 就是为大惊着想 是攻心而不是私心哪 放屁 放屁 大明朝 是怎么忙的 就是上下离心 大搞党争 这刚过了多少年 朕告诉你们 三十年 三十年 大清也要重蹈覆辙吧 这是 你 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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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禀老祖宗 皇后娘娘难产 皇后娘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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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保住皇上的大业非常重要 明白吗 奴才明白了 老祖宗 皇上呢 禀老祖宗 皇上敬拥之后 热度烧退一件吉祥了 请皇上契驾成前宫 让他过来看看皇后 念他留下遗憾不是 再把大阿哥印世 也带来给他看看 是 老祖宗吉祥了 恭喜老祖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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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个皇子 老祖宗做了曾祖母 是高祖太皇太后 大秦万伯 大秦万伯 不好 出红了 出大红了 快叫奕奕 快叫奕奕 叫奕奕 老祖宗 全ión 赫帅 寓 warrant 笋 射定 乎 老代她 还出宫于色 别说是个娘娘 就是一个民妇 她能受得了吗 都是孙儿的错 皇上 皇上 何时离 皇上 皇 太医呢 朕命你们 命你们把皇后的病给朕治好 皇上 娘娘产后见了大虹恐啊 废 还有你 废物 都是废物 废物 女儿啊 废物 有什么话就跟皇上说吧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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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来了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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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臣知道娘娘的心思 快说 这 皇上 当前 外有三番反叛 内有逆贼作乱 可谓非常之时 今日皇上又得以阿哥 加上 大哥 殷氏 皇上便有两位皇子 臣叩请皇上 在其中选择一位立太子 布告天下 已是大清 繁荣昌盛 渊远流畅 皇上 皇上叫你呢 快去 皇阿玛 传旨 按祖宗家法做朝之君 不立太子 当此非常之实 朕未顾国本 决意建筑 立皇子 以仍为皇太子 我万岁万岁万万岁 裴公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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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索阿图向你谢罪了 索大人 你你看 快去快去 索大人 索大人 呀呀 索大人 我 我魂有志啊 你醉 你这么说 你什么 你为什么 你要去 你以为你 扔 你 你 查哈尔王兵之何处了 禀皇上 查哈尔王昼夜金城三万精兵 正朝京城开来 据此仅数百里啊 好 但是 臣得密报 查哈尔王举兵并非驻朝廷剿贼 而是来乘乱逼宫的 什么 臣叛名无误 查哈尔王确实反了 皇上 现在京城附近已无御敌之兵 圣经的援军 短期也难以赶到京城已是万急 朝廷要赶紧设防呢 出去 出去快点 最近我军已攻克长沙九州岳州 众将士神勇连战连节 打出老夫预料啊 如今老夫却有些纳闷 当年清军入关时 那些雄兵猛将 一日千里的虎狼之师到哪去了 还不到三十年呢 大清就如此不堪一击了 大清当年是龙今日是虫啊 世子无应雄密报 康熙从查哈尔调兵 查哈尔王却趁势反了 数万援军一眨眼 呈得逼宫之事 京城一事岌岌可危啊 大帅 如今天下大乱 唯有大帅能够顶定乾坤 请大帅速速即位为君 请大帅速速即位为君临天下 想当皇帝的人太多了 不光是那个杨启龙 还有耿经中尚之心 甚至王府臣 他们这些人都会暗藏心思 让他们自命为真龙天子吧 为了一个虚名 这位众矢之弟 愚蠢之极 我们暂不取虚名而求其使 先攻取江南半壁 站稳脚跟 立于不败之地 才是万全之策 有人吗 皇上 您喝点药吧 有人吗 那大臣一直在外头候着呢 叫叫叫 叫进来 皇上 快去啊 进来吧 皇上 安置 遣渡圣经 皇上 立刻遣渡圣经 暂避锋芒 其他的事以后再说 捉所额图 明珠 周培宫 还有屠海四人 从今往后为辅政大臣 朱立朝政 盖朱坯为蓝坯 望你们四人 同心同德 不要结党谋私 祸其萧强 皇上 下去 这 这 列位大人 列位大人 皇上病史沉重 心神结乱 我等你万不可乱了 现在 唯一能够挽救危局的 就是孝庄太后 我等应速度比报 请孝庄太后意志 再行定夺呀 裴供所言极事愿 在下 与列位完全一致 将为东庭 是 东庭 草召 草召 奴才在 朕 决定退位 却 太皇太后 垂帅 垂帘立正 皇上 朕有言在先 如果 吴三桂返了 朕 情愿引咎退位 现在 三藩都返了 连查哈尔也返了 大清 半壁江山沦丧 这都是朕的罪过 皇上 这个皇上 朕当不了 奴才 不 臣 宁死不奉照 十五年前 先帝爷的罪己诏 就是令尊带你的 你为何 不学学令尊魏城墨 魏臣不是先父 皇上 也不要做先帝爷 皇上 你这是抗旨啊 好 朕 到老祖宗那儿去请罪 宿马 更衣 皇上 陛下 康熙微府前往一仙阁 回宫后就闹肚子 急传太医 没多久就 就 怎么了 死了 就口鼻喷血 死了 你亲眼瞧见了吗 奴才和几个太监奉命为皇上练尸 小的冒死从皇室身上偷了一个贴身之宝 您瞧 您瞧 不错 是康熙之物 紫云姑娘怎么样了 什么紫云 就是一仙阁阁主 紫云姑娘啊 奴才听说 康熙就是被这阁主害死的 后来 紫云姑娘也被乱刀砍死了 宫内现在情况如何 乱哪 乱得一塌糊涂啊 小庄太后下令关闭酒门 密布发丧 以免波及境外啊 陛下 黄敬回来了 传 是 请 陛下 大夫公子 五公子 黄敬啊 认识此人吗 岂能不认识 前卿宫厮查小太监小毛子 陛下 此人是康熙的卧底眼线 你胡说 你才是康熙的卧底 奴才早就是陛下爷的三品师郎了 陛下亲自把奴才安在宫里做眼线的 陛下 陛下 奴才亲眼所见就是小毛子把冠军引到一仙阁的 陛下爷 这狗娘养的血口喷人 请陛下明察 住手 你们二人事中时间 我自有圣断 我现在要闹清楚 康熙到底死了没有 黄敬 你说 陛下 你们 restroom 护才 好不容易把康熙引到一仙阁 交给了子云姑娘 奴才在外面等候动静 后来 后来 后来怎么了 al 后来魏东廷就带着侍卫们赶来了 不 是小毛子把他们带来的 我再问你一遍 康熙死了没有 我才不知道 你没有回宫打探 奴才一直在逃命啊 陛下 小毛子以我老娘的性命担保 康熙死了 奴才如有半句虚言 愿天雷霹漏地目吞漏 乌龟王把奴才分吃了 陛下 别信他 小毛子是奸细 是奸细啊 你才是奸细 你是奸细 陛下探子来报 皇宫九门紧闭 禁止出入如临大敌 为什么 探子貌似爬上钟楼 远远瞧见了三宫九院 文武百官都大乱了 那前清宫正在沮丧 笑衣白帆铺天盖地 康熙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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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熙保佑我 菩萨保佑我 菩萨保佑我 来人 把他们俩押下去 是 陛下 陛下 小毛子是奸细 毛子是奸细 小毛子是奸细 陛下 我硬是奸细 今天晚上 宫内太监与宫外伏兵同时举誓 夺取进宫 诛杀孝庄 还有百官 明日陛下可重登大堡 号令天下 该朝换代了 立即发令 天玺 你才是奸戏 你在宫里头 只会给丫头提鞋 端掉罐子 舔屁公子 你 你捧丫头的臭脚丫子 钻篮贵人的苦当 你 你什么恶子事都干得出来 奸戏 你才是奸戏 咱俩都别整了 其实 咱俩都是奸戏 你说是不是啊 是啊 不过 陛下刚信任我 因为我一口咬定 皇上死了 你吞吞吐吐 把钗事办砸了 咱俩是一个神的蚂蚱 要死都得死 谁也跑不掉 娘啊 我不想死 皇哥 皇哥 记得吗 两年前 咱俩还是接拜兄弟呢 都愿你 谁让你在皇上面前争宠啊 把我都压下去了 拿的银子比我们都好几倍 还得了个品贤 要不 爷才不会舍弃救主 来伺候这姓杨的呢 那是你先谋害我呀 慈民宫老宋说 你在老祖宗面前说我手脚不干净 给我下绊子 我什么时候说这个 狗娘养的造谣 瞻他 谁要说假 天大五雷红 兄弟错怪你了 狗娘养的老宋两面三刀 把咱俩都耍了 黄哥 不管谁当皇上 咱俩啊 都死到临头了 哥不想死啊 哥 咱们 咱们逃啊 逃出去后 咱不当奴才了 也置上几亩地 娶两房媳妇 咱们过太平日子 对 咱们逃啊 逃 逃 逃 往哪儿逃啊 那有个口子 我估计能钻出去 太高了 哥 你踩着我 你先逃 你先逃 把我的肩膀都踩劈了 你怎么长这么肥啊 哥的卵子都割了 还能不进长肉吗 兄弟 让哥再来一次啊 兄弟 哥是不行了 要不然你先上去 上去以后再把哥给拽上去 好兄弟 好兄弟 好 好 来 来 哥 有个事忘了告诉你 什么事 慈宁宫老宋从来没有说过你的坏话 什么意思 爷的意思是吓去吧你 来了呢 奸细跑了 快快点 快快快 快点 大王快点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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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进去 快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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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 快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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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太皇太后 老总总 太皇太后 孙儿轻浮自信 酿成大错 致使干戈四起 涉及威望 孙儿现在才体会到 贤弟爷为何不愿做皇帝 贤弟爷说得对 坐在龙椅上 就是坐在刀山火海上 孙儿不配为帝 自请退位 求太皇太后垂帘听政 遗旨战祸 一安天下 丫头啊 玄业不想当皇帝了 你说这天下人 会怎么认为 是高兴啊 还是不高兴啊 苏玛不敢说 他已经不是皇上了 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兵老祖宗 丫头非但不高兴 反而又起又恨 主子不做皇帝了 天下不知道会冒出多少人来争地位 主子是安逸 可天下将大乱 遭罪了你 还不是老百姓吗 你清听 你还不如一个女儿家明白 什么叫不配为帝啊 你明明是六神无主 遇难而逃 祝天下女不顾啊 祝天下女不顾啊 不久啊 我的相 也会挂上去 再过几十年啊 你的相啊 也得挂上去 成了列宗列宗 在你面前 归满了皇子皇孙啊 那个时候 你怎么能够和你的祖宗们并排列位 怎么能够面对你的子孙后代呀 走 走 走 快 给你 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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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蜡烛怎么都没你啊 是 是 怎么 都没用眼啊 胡太医 当心太阶独乱 知道了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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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住他们 你帮乱贼给我拿下 好 好 齐奏圣上 叛兵攻入禁城 宫内太监造反 请太皇太后和皇上速速回避啊 别慌 这些毛贼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不必再报 是 你听见了吧 人家已经打到门口来了 你就是再退位 又能跑到哪去呢 跑到冰关 冰关就那么安稳吗 如果他吴三桂 真的成了霸业 我们还能够平安一余吗 列祖列宗 血染观山 方才统一天下 难道 你就这样拱兽相让吗 你 皇祖母 叛兵已经到了 你还是先躲 你 你 你以为 那些危难是在外头 不 大清国最大的危难 不是那些叛军和太监 而是在你的心里 你五内如焚 六神无主 你 你是退位而弃天下呀 你呀 当年 你父皇顺治 就是败于自个儿的心魔 才使得 半世帝王 其天下而去 难道 你也要不齐后尘 重蹈覆辙吗 不要学他 要学这些 列祖列宗 是你的皇祖母 我 小庄 天塌地陷 溃然不动 日月星辰 唯我独尊啊 尊儿啊 你要是想打败吴三桂 首先要打败你自己 懂吗 过来 到祖母这边来 只要咱们祖孙俩不倒下 别说他一个吴三桂 哼 就是他十万个吴三桂 也不在话下 丫头 丫头 开门去 祈奏圣上 叛兵攻入禁城 宫内太监造反 请太皇太后和皇上速速回避 去 你们大家都听着 撤番是我孝庄的意思 皇上是按照我的意志去办的 今天就是由天大的事情由我孝庄来顶着 关于撤番 他吴三桂撤也反 不撤也反 这都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大家应该坚信我们的大庆 使铜铸铁打至江山 只要咱们君臣一心 将士勇猛 定能够歼灭叛敌 永铸江山 一心 有一种大海的踢拨 岁月 一夜无情殘破 把青昆 留在我心中的一刻 又已经注定我不敢进入 一心有一份神明的光過世界 一邊連風雨飄落 把江山扛在我肩頭的一刻 就已經決定我男兒本色 大男人不好做 再辛苦也不說 藏下自己把憂傷撫摸 大男人不好做 奉獻追人執著 耳裡情長都藏在心窩 神他一路堪摸 大男人不好做 再辛苦也不說 藏下自己把憂傷撫摸 大男人不好做 奉獻追人執著 藩裡情長都藏在心窩 神他一路堪摸